这两天闲得太憋屈了,旅行走不了,直播又不会,事前想和我决定继续讲单口吧 就拿印度先开刀,毕竟咱也去过 说起印度,必须得先讲恒河 恒河呢,被誉为印度的母亲河,只用着阿珊的心窝窝 有老铁就问,为什么恒河水那么脏,洗啥的都有,还有人喝 你听我慢慢给你道来 大家都知道,印度人大多数上完厕所他不用纸,完事都是用水冲 而且印度经常断水,有一天一个住在恒河边上的人 上完大号他正好赶上家里停水了 情急之下这个人提着裤子就来到恒河边,撅起钉就洗 而这个人他常年患有痔疮,说来也巧 到恒河洗完之后,痔疮再也没有犯过 于是就这么个事情,被印度人广为流传 一传十十传百,慢慢的就有很多人来恒河洗身体的各个部位 还有部分女性 比如你和你老公昨天晚上清热了一回 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你老公那个脑袋 一看那个死出,你有点后悔 这样的也要来恒河洗一洗,洗洗更健康 久而久之,有过来洗割肢窝的,有洗头皮屑的 再到后来发展到直接在里面泡 洗都不过瘾了,就在那泡,泡足一百八十天 泡的过程中,大小便的问题也来了 阿三一想,索性直接在河里解决算了 这下可好,恒河里是众生百态,五味俱全 到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更为猖狂了 他们在人死后,把人直接抬到恒河边上 火烧,烧完后将灰洒入河中 给恒河加入了一位地道的马沙拉 不知不觉中,恒河已经是民洋四海,家喻户晓 世界各地的人纷纷来此洗泡拉 进行一系列的疯狂活动 在最严重的时候,恒河边上都出现过 大批量的黄牛岛,溢水难求的繁荣景象 想喝恒河水,那你得预约 就在此时,当地政府也随之看到了商机 推出了瓶装恒河水 广告语是这么打的 恒河之水添上来,世界人民乐开怀 后面还加了一句,怕上火,喝恒河水 快手,看见哪一种生活